拜仁三比零沙尔克取首胜,来万戴帽库鸟首秀,比赛上半场,鲁贝尔奉献一记神铺力保城门不适,随后科曼进区噪点,来万一蹴而就。 第六分钟,拜仁前场三人连续撞墙配合打穿沙尔克防线,脱力锁进区虎稍显犹豫的打门,被后卫挡出。 第十六分钟,拜仁开出右路脚球,中路的来万高高跃起抢到一点,球直奔球门,鲁贝尔注意力集中奉献神铺。 第三十分钟,沙尔克打出反击,马斯卡雷尔禁区湖附近打出一脚远射,球稍稍偏出力柱,以边再战。 第四十九分钟,拜仁获得前场定位球,来万任一球直接打门,洞穿努贝尔食指大关,沙尔克临至两拜仁慕尼黑。 第七十四分钟,拜仁打出快速反击,科曼右路突破后传给禁区湖的来万,或者晃开后卫一脚进射破门。